好,各位同学 那么从本章节开始 我们就要进入Python学习的一个新的篇章了 之前的所有的内容 我认为它是Python里面最最基础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把之前的章节所学习的知识点分一个大的类 我觉得它应该叫做基本类型 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从本章节开始 就要尝试着开始真正的写代码了 我们之前所有的这些知识 都是在Python学习里面来编写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IDLE 但是问题上我们真正写代码的时候 不太可能在这个IDLE里面来写 这个IDLE它只是一个命令行 好,那么我们这些小节其实主要是讲 如何在这个文件里面编写Python代码 非常的基础 那么如果你有一定的Python的编程经验的话 可以把这个小节跳过去 节约一点时间 命令行可以用来写一些简单的代码 但是如果我们的一个项目里面 有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话 是不太可能在这个IDLE里面来写的 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好,我们看一下还可以怎么来编写Python代码 点击IDLE这里的第一个file 然后点击第一个new file 快捷键也可以使用Ctrl-n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写代码 好,我们随意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来写一些代码 好,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个hello pass 好,写是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在这里回车之后 并不会像我们IDLE里面出现结果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运行我们所写的代码 我们首先按住快捷键 Ctrl-n 或者是点file 然后这里有一个save 把这个文件给保存起来 我们现在把它保存在我们的地盘 Python这个目录上 然后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hello 然后点击保存之后 这个文件就会被保存在我们的磁盘里 要执行这段代码其实就是你需要来运行hello.py文件 好,那么在哪里运行hello.py文件 它需要在你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行里面运行 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行的打开方式 像在Linux上面都不对 它本身就是命令行的 所以说是不需要打开的 那么我说一下在Windows上面 首先你按住你的Windows快捷键 然后再按住R Windows快捷键加R 然后可以弹出这样的一个运行的小窗口 然后在这里输入CMD 就可以打开这样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好,我把这个命令行工具 看一下,把它字体调大一点 选择字体 然后这样就比较大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了 好,要执行hello.py文件 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键 然后我们刚刚是把它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地盘的牌子 目录下面的 先切换到地盘 然后再进入Python目录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用DIR目录看一下 Python目录上面有哪些东西 看我们的hello.python是在这里的 好,那么现在就是运行hello.py文件 那么如何运行hello.py文件呢 方法很简单 我们用Python这个命令 注意前面这个Python是Python的命令 然后后面加上这样的一个要执行的Python文件的文件名 好,然后回车之后就会运行hello.py文件了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hello.py文件的执行结果就是打印出了hello.python 好,那么我所演示的是执行一个最简单的hello.py文件 但是我描述的是一个Python程序的运行的原理 不管你的项目再复杂 其实最后都是通过Python的关键词 然后运行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通常可以被称为入口文件 这个就是Python的一个运行的原理 不能说Python的运行原理 应该来说是Python这样的一个程序运行的原理 比如说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Python代码写了一个小工具 那么这个小工具怎么运行的 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Python命令 在执行你的小工具的文件 我们一些有基础的同学可能会觉得 老师你讲的这些东西太基础了 那么我们有Python基础的同学稍微照顾一下 等一下我们的Python初学的同学 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确实对这样的一些Python的 基本的文件的运行原理不是太了解 好,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写代码 几乎是所有编程语言的一个主要的编程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刚刚从IDLE里面打开的这样的一个编辑器里面 来编写这样的一个文本文件 然后最后把它给保存 你还可以使用你系统自带的这样的一些文本文件 比如说像Windows记事本来编写Python代码 但是你如果用这个记事本来编写代码的话 记得你在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文件的扩展名保存为.py格式的 如果保存的是.txt的话 Python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是不会识别你的文件的 在哪里编写Python代码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最终它给保存成.py的文本文件都可以 但是在记事本里编写也好 在IDLE里编写也好 它效率都不高 因为我们编写代码的时候是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辅助功能 这些辅助功能并不会帮助你提高你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的运行效率 它也不会帮你写出更优质的代码 但是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提升你的编码的效率 那么这些辅助功能 我系统自带的记事本肯定是没有的 那么下面我跟大家推荐几个这样的一个带有辅助功能的开发工具 我们看一下好那么有几个常用的 Python里面最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 就是这样一个叫做PyCharm 它是接着不愿意公司出品的一个编码工具 好然后剩下的像大家推荐的 还有这样一个VSCode 你尽量这样一个3M都是可以的 好那么以上的这三个开发工具是比较推荐的 像这样的一些开发工具 我们对它们有一个总称叫做IDE 如果以后人家说到IDE的时候 你要知道IDE指的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编程员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IDE我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三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简写 集成开发环境 那么很多同学会认为PyCharm它确实是IDE 会认为VSCode和SubName并不是IDE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这个IDE它其实就是方便我们开发的 VSCode和SubName其实和IDE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它们可以加点很多的插件 好那么这三个如何选择 如果你是开发一些比较复杂的项目的话 我推荐是PyCharm 如果你是开发一些小工具的话 可能VSCode和SubName要更加合适一些 然后换回到我们的课程 我选择的是VSCode 因为我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本身 所以说我们不要在开发工具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PyCharm的话有太多了这样一个花式的功能 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VSCode 好那么这里有一个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某一个语言的初学者 我的建议是在初学阶段 不要去使用PyCharm上的一些功能非常强大的开发工具 因为一个开发工具功能越强大 本来很多需要你自己手动去做的事情 工具都帮你做了 这个不是不好 它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 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 你需要手动的去做很多事情 这样才能加深你对一个语言的它的基本的运行原理 我们的Python还好 因为Python我们说了它运行足够简单 它没有什么复杂的环境需要去设计 但是你如果是学习Java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CShop 或者是点耐的开发 我还是建议你在初学阶段的时候 尽量用一些简单的开发工具 因为像这样的一些语言的话 它们环境的配置是相当的复杂的 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依赖 这个时候用极限开发工具的话不是太好 我看过很多同学 像他们的Java和点耐开发了很久 各种各样的框架也用到了很多 但是基本的这样的一些语言解析原理 确实一概不取的 这个我认为不是太合适 很多同学点耐特的项目做了很多很多 但是他们就不知道 点耐特的语言 它是会被翻译成Ir这样的一个中间语言 并不是说是直接就能执行的 好 这个就是题外话 好 我们说了我们课程选择 这是VSCode 作为我们主要的一个开发工具 那么VSCode的安装非常简单 大家自己再自己搜一下 把它的安装包下载下来 然后一键安装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 好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VSCode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今天又更新吗 微软最近更新还是挺勤快的 昨天打开还没有更新的 这个VSCode是微软出品的一个IDM开发工具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讲一下VSCode 要运行Python代码需要做哪些基本的配置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朋友们